法庭根據那個證據來組出一個不正確的判決 她的確是做了一件 是不看法例裏面不容許的事 那我對於她說的政治檢控那件事 我就覺得非常反正的 因為自己做錯了事 或者自己違反了一些規矩或者犯了法 然後就以政治檢控作為一個很自然的藉口 還是一個幫自己開脫的理由 其實是很不可以的 因為如果沒有一個證據 或者你沒有做出過這些行為 根本在我們香港司法制庭裏面 也不能再隨便去檢控一個人 我想法官澄清是對的 因為都要維護法律的尊嚴 如果她一路這樣當一個口號 就這樣去叫做政治檢控 其實都會影響市民大眾對於法庭的觀感 所以我覺得法官正在做的 都是維護法庭的尊嚴 澄清事實 大家記得在現時發生的時候 最初她要在第一天 都還在堅持自己說的事是沒有錯的 做的事是沒有錯的 好像我們廣東話那句 雙大甲樂還在說你們不合適 我想這次法官說她的公務負義 我相信在被告她的仇 她的行為和她的言論是很清楚表達出來的 這次如果刑事檢控也有一個判決出來 即是證明那個行為是的確有做到的 即是說她的確有做到那三項罪業的行為 如果民主黨企圖去淡化這件事 又或者不了了之 我相信市民是不會那麼容易接受的